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德国人采购35架F35 给他搞的下一代战机项目带来的影响 我觉得这个如果说节省没有任何影响是不可能的 2022年12月份 德国联邦预算委员会的意愿 预算委员会批准德国联邦德国工军的申请购买新战斗机的申请 批准100亿欧元购买35架F35A战斗机 这里面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本身德国本身就是他自己原有的狂风 这个战斗机已经老旧不堪了 本身就想贵心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德国空军承担了一部分 北约空军的投掷核弹的任务 那这个东西呢只有原来是原来是有的狂风来承担的 他原来是一直在纠结到底是买美国的F18来接替原来的狂风战斗机呢 还是采购别的什么飞机来原来很纠结 那么因为欧武冲突他们就下定决心要采购美金的F35来接替原来的狂风战斗机 但是德国政府也表态了 尽管投入100亿欧元来买美国的F35 不会影响到现在的这个新一代的战斗机的这个研制计划 但毕竟就牵涉到钱呢 100亿欧元那不是一个小数吗 没错 我觉得这个肯定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德国人既然买了这个F35 那后续对于他新一代的联合研制的引擎战斗机项目会不会产生影响 我认为产生影响的这个程度呢并不是特别大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整个欧洲国家当中 德国的这种防务的自主性还是非常强的 虽然说俄乌冲突爆发之后 那么受到了来自美国的压力 因为美国想让更多欧洲国家 尤其是北约成员国装备F35 那么后续呢在北约的东义进行联合作战的时候 那么大家起码在装备的方面没有代查 否则的话就会出现一种非常搞笑的情况 比如说美国派出了大量的F35A 和欧洲国家的战斗机进行联合作战的演练 那么这里面呢既有这个瑞典的英师 又有法国的阵风 还有德国的这个台风或者是这个狂风 和F35进行边队作战 那这个F35这个隐身性就没法体现了 你都是联合边队的话 那其他的非隐形战斗机都暴露了目标 那你这个F35和他们这一起作战 那你相当于这个隐形的这个斗篷和外衣就白穿了 所以呢它是希望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北约成员国 尽可能多装备F35A 那么在北约的东义进行部署 尤其是在波罗的海三国进行轮换部署的时候 保证它联合空中作战体系的一个整体的隐蔽性 那么和美国人进行这种空中的联合作战 不能是我隐身你不隐身 那么这样的话呢相关的战术战法的制定 就会面临很大的困难 所以呢未来德国的这些F35A 很可能不是在德国本土进行部署 可能会参与北约的一些联合空中警戒和巡逻的这个机制 比如说在波罗的海周边 或者说在这个东欧国家进行这个部署的时候 可以和这种同行的北约成员国的这个战机 联合的去执行这个作战任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